大家好,今天是8月18日星期五 昨天有北水流入,也扯高了 今天又見到後徑不計 板塊方面,很多板塊都是跌的 只有少少的上升 石油及天氣仍能撐住 電信服務仍能撐住 國內銀行股稍為企好一點 招行、中行、建行、公行 最主要是為什麼會這樣呢? 估計應該是有一點點的動作出來了 下個星期的時鐘,我們看看有什麼動作 再其次,我們看看市方面 今天的市方面來說,這個似乎是一個懷胎10月 如果是陰陽足的走勢來說,似乎是一個懷胎10月的走勢 理論上是應該會反映後市是不知道它跌還是升的 由於它是收起保利家通道底族來講 只可以說是希望它會升的 只可以希望它會升 就好像這裡這樣 跌穿了,收回保利家通道的底族 跌穿了,收回保利家通道的底族 那麼它都是後來會升的 那麼問題就在於 你需要不需要拼搏呢? 下個星期會有很多種事件會出現 第一個就是在22日至24日 金磚五國他們會有開會 其中一個重要議題就是 他們會不會協同出一支波幣 來抗衡美元 很多時候那些人就會覺得 你怎麼抗衡美元啊? 美元現在這麼餓,你怎麼做? 現在問題不是 你可以一天之內打死它 一個貨幣要被取締 往往需要上幾十年以至過百年的歷史 大致上在14世紀的時期之中 西班牙貨幣是最強的 我不說中國了 因為中國的時期之中 已經開始慢慢滑下去了 西班牙由於殖民地的影響 它是最強的 到了15世紀 15世紀 到了葡萄牙 西班牙去了南美洲 後來葡萄牙去了東印度 即是等於現在的 印尼等等這些地方一旦 西班牙人去搶東西 這是葡萄牙人來到印尼等等 東印度的地方 他們做貿易 做香料 到了17世紀 什麼時期之中 於是他這個葡萄牙幣 就取代了西班牙幣 稍後的時期 到了荷蘭人 也有殖民 過來這邊 也有搶藥 很多東西 殖民當然是找人殺人 然後他們當時有所謂屈甘鄉的金融事件 當時將屈甘鄉炒得很貴很貴很貴 後來就掛了 這個又用了100年左右 接著就到了英國 他們的工業革命取代了荷蘭 又用了100年左右 再其次就到了美國 去取代英鎊 這個亦都用了100年 大致上就在1990年左右開始 英鎊是逐漸衰弱 經過這個 為什麼衰弱衰弱呢 因為有第一次世界大戰 再跟著有第二次世界大戰 這樣英鎊慢慢衰弱 就被美元取代了 每處都是經歷了100年 問題就是 你什麼時候有這個按鈕 進行這個取代的動作 當然了 你這個取代的時之中 以前的時中的取代就沒什麼所謂的 不覺不覺就做了 現在你要取代美元的話 美國人一定是生死你 恨死你 打死你 恨死你 所以在這個方面 美國會有多少反制措施 我不清楚 不過一定有 在這一點裡面來說 所以這裡 究竟是彈上去 這個彈下來 就真真正正不知道了 所以這個是大家需要留意的 我們看看 如果我們用這個周線圖來看 很簡單 周線圖的時之中 這裡似乎是應該已經是 跌穿了近這幾排的支持位了 會不會是三底而破呢 若然破會去到多少呢 萬六 萬五左右 而是更加多呢 不知道 再跟著我們看月線圖 月線圖來講 很簡單的 差不多 這裡是一個 幸好沒有穿到頭 不過起碼這裡是破腳的 是破腳的 這個 那現在要破腳的話 還會不會再落呢 一落的話 就來到保價通道的底 大約是163 若然如果去到163 是不夠力支持的 最好的應該是怎樣呢 大家看看這裡 這個月線圖 這裡呢 對不起 月線圖 大家看到 這裡是三底而破 她破破了下來之後 那跟著之後 才有力 是再跟著 一定要低過 低過之前這位 才有力 再跟著上升的 所以這點裡面來講呢 比較好的都是 最好低過這個位 如果能夠低過這個位的話呢 就可以是 做到有背遲 這樣就上去 當然 如果你強力的 是守起這個位的 都不是不行 那就找多一點時間 反彈 那就去試看看 反彈 現在我們看到 保利加通道 這個是有收窄的意圖 這個有收窄的意圖 收窄之後呢 即是說 它將會是 可能 產生了橫行的期間 就再定的後向 究竟是再跌了 還是可以橫行之後 就上升了 所以在這點 目前來講 大家是需要 有所的 是留意 領遞 好了 講完的大肆了 那就看看 有什麼股票可以賣呢